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做过主持人 参选过亚洲小姐 举办过独奏音乐会 在联合国总部工作过 可以说我的青春都在做着最有勇气 最具挑战的选择 现在的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 一名职业规划师 我会受到很多求助 不少问题都是关于如何做出最明智的选择 一个妹妹说 选专业不知道听父母的还是听自己的 一个弟弟说 不知道是要工作还是要考研 一个小姐姐说 不知道是选喜欢她的还是选她喜欢的 无论是学业 职场还是亲密关系 我们总面临着非常多的选择 有句话说 选择大于努力 选择是如此重要 它决定了我们努力的第一步 以至于很多人站在人身的岔路口 反复纠结 无法抉择 我们没有选择的勇气 因为我们迫切地想要挑中那个最正确的答案 开工没有回头见 我们害怕过几年回头看 发现其实其他的选项才是最好的 我从五六岁开始学习小提琴 在学琴之路上 我曾经有三次后悔自己做的决定 第一次是 父母问我想学小提琴还是钢琴 小的时候什么都不懂 没有发现这是个陷阱 于是我就随便挑了一个 那就小提琴吧 开始觉得拉琴还挺有意思的 但是只要是重复的动作 对小朋友来说都是没有吸引力的 再加上初学者拉琴的声音 借用家语人的话来说 就像是在摊棉花 那听的人不舒服 拉的人也很枯燥 于是我对小提琴燃起的新兴之火 没有两天就熄灭了 我对妈妈说 我不想学了 我麻烦将我一军 这是你自己选的 你得坚持下去 那个时候我才反应过来 当时他们让我选小提琴还是钢琴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不选嘛 我特别后悔 第二次后悔是有一回一个熟人来我家做客 那作为家里的工具人 凡是有客人来我就得表演 于是我又开始弹起了棉花 但那人听后一皱眉头 临走前还不忘跟我妈说 你这孩子没有天赋 我心里特别委屈 在座的各位有学习小提琴的吗 小提琴的音准全部都靠手指摸索 稍有偏差呀 这个音准就跑了十万八千里 我那个时候想 小提琴真的是一个非常不正确的选项 如果当时选钢琴就好了 到了第三年 我们小提琴大班的老师建议我改学大提琴 因为老师说 学小提琴的人太多了 大提琴竞争会少一些 比较吃香 可是我舍不得陪伴了自己三年的琴 于是毅然决然地继续学习小提琴 但是没有想到啊 这次坚持却成了我第三次的后悔 高三第一个学期寒假 很多高校都招考自主招生和艺术特长生 我信心满满地离开了家乡 附近赶考 却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卷 很多学校招小提琴的名额非常少 有个学校 小提琴的名额只有一个 光符合要求的就有几百名考生 但也是这个学校 三弦的名额也只有一个 但报名的才有三个人 看着前面乌泱泱的人群 我特别郁闷 想着要是小时候学个冷门的乐器就好了 哪怕学大提琴也没有这么多人竞争啊 虽然听起来我总跟最正确的那个选项擦肩而过 但是我的选择似乎也没有让我的人生变得不正确 随着每天不断地练习 我在老师那里变成拉琴拉得最好的小朋友 小学表演的时候还可以露两手 14岁 我参加了全国比赛 获得了金奖 喜报贴在了学校的宣传栏上 虽然嘴上不说 但心里乐开了花 本科的时候我在台北举办了自己的第一场独奏音乐会 从策划 宣传 到拉赞助 一步步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其实没有什么选项是最正确的 我想就算把小提琴换成了钢琴 大提琴 我依然会在某个时间点怀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不够好 是不是另一个选项才是捷径 但是不管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每个选择都一定会有相应的付出 也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既然每个选项都有优缺点 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勇敢地做出选择 迈出努力的第一步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拥有选择的勇气呢 选择的勇气需要我们关注今天 今天就是最好的时间 当我还在小学的时候 有一天我爸寄我学小提琴回家 我们路过一个公园 突然我爸跟我说 你只要在这里拉一曲 我就给你十块钱 我一听特别高兴 我们家平时都不给零花钱 那个时候呀 两块钱都能买个大田桶 所以我特别渴望这十块钱的巨资 但是看着来来往往的路人 我心里面又打起了退堂鼓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准备好 还需要练习 这纠结的情绪在我心里面变成了两个小人 一个说去 一个说不去 两个小人打了得有十分钟 依然没有决出胜负 五分钟一到 我爸就给我迁走了 当离开广场的一瞬间 我特别后悔 因为我的犹豫 让我失去了一笔巨款 这件事情也给我上了一课 他教会了我 别犹豫 犹豫就会错过 从那以后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机会 我都会积极争取 再也不退缩了 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都说过 完成好过完美 把握当下 今天就是最好的时间 不要想着什么都准备充分了 再做选择 就像考生永远都不会觉得 自己复习好了那样 我们在做很多事情之前 都不会觉得自己百分之百的准备好了 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还要准备得更充分的话 等准备好的时候 时机早就已经过去了 要拥有选择的勇气 不仅需要我们关注此刻 把握机会 更需要我们关注脚下 关注每一步的变化 真正能把事情做成的人 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路上的荆棘 也没有人天天倒数着 自己离那一万个小时还差多少时间 能做成一件事情的人 会专心投入在当前的每一个小目标上 拥有选择的勇气 必须关注自己能够改变的 无视自己无法控制的 我对小提琴生涯没有想象 我的家人让我学习小提琴 也只是为了陶冶情操 我坚持练习小提琴 也只是因为 我想在每一次上课之前 都完成老师布置给我的任务 我从小没有想象过 要举办独奏音乐会 也没有要到联合国 拉小提琴的宏图为制 我只关心 今天的我是不是解决了 昨天没有解决的问题 明天的我是不是比今天 在音准上更好了一些 哪怕只进步了一个音 我相信 只要聚焦眼前 踏实走好每一步 付出的努力 就像那一点点的光 会在前方的某一点某一刻 汇聚在一起 让自己发光发热 了不起的时代 了不起的分享 我是分享嘉宾为何 希望每一个人 都拥有选择的勇气 谢谢大家 把握住每一个机会吧 不要畏缩于 那些不可预见的因素 希望各位 都能拥有选择的勇气 来挑选自己 人生的剧本